又要等红灯了 光等红灯的时间就占了上下班时间一半左右 而且这边也就是一公里的范围之内吧 就有三个红绿灯 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绿灯两个绿灯根本过不去 所以每天光等红灯的时间就特别的长 今天的话题是等红绿灯的时候 大家是挂地挡踩脚沙呢 还是挂空挡手沙 我先说一下我的操作 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直接踩脚沙的 然后我挡位不挂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玩玩全天的新手 当初坚持的原则就是少操作为主 因为害怕自己会手忙脚乱嘛 你像现在红灯停车了 就直接踩脚沙 然后挡位还是在地挡上不变 挡位还是在地挡上不变 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坏 如果红灯的时间特别长 要等好几个新航灯都过不去 这样脚一直踩着刹车肯定会很累的 而且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副驾驶拿下东西 或者是说转身到后排跟孩子说话 这样的时候精力就有可能会被分散 这样右脚就容易松开 因为还是在地挡 只要是右脚稍微一松开 车就会往前走 稍微一步注意 然后他就一点秒钟的时间 就有可能会跟前车追尾 因为等红灯灯的时候 一般防止别人加三 车局都是比较近的 所以说后来等红灯灯的时候 我一般就是如果时间比较长 或者是我需要找东西 或者是需要转身到后排跟孩子说话 尾班就会挂空挡拉手刹 这样就会安全能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